好,MAS-7219这颗晶片控制了8×8的LED 那我们OSEP把它做在ESP8266,NodeMCU 和ESP32这两个开放硬体的脚位上 那目前我把它接在D321 好,321这两个三个脚位 好,321这三 这三个脚位上面 我们待会来看它亮灯的状况 好,那首先你要先销入ESP 连线 好,销入 好,2月3号的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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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销入需要一点点时间 1到2分钟 那目前可以做到的是 直接使用支援WebCelia的浏览器来做销入动作 好,这样就烧录完成了 就可以关掉浏览器的分页 好,我们回来这里 启动我们的扩充积木 8266 我目前借在8266上面 那ESP32的使用方式相同 那目前有这几个积木 一哦,1,2,3,4,5 好,首先是他显示文字 我接的角位是3,2,1 那我现在要它显示A 因为我只有接一个积木 一个8×8的LED 那你如果有很多个 你可以利用这个排针把它接起来 我们先显示一个A 那这里显示了A 显示A 如果你要显示B 它会显示B 那下面这几个积木 这个是另外一个Library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设定一次 我们有接在321 有一个积木 这执行完它会清掉一幕一次 就全部归零 那我们可以单独显示 我要哪一颗灯亮 我们先显示00好了 00在这里 就是这个晶片的这个角位 有一个圆圆的这个00 那你也可以 我要第一行 第一行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你可以把它清掉 这个积木你可以把它全部清掉 全部清掉 那你可以整列显示 第一列我显示 第一列我显示 第一列它从这边开始算 这个值是二进位的值 如果你显示 如果你显示二会如何 它应该是会亮第二颗灯 这颗灯 第二颗灯 所以2的8次放到这里 最高可以到255 也就是从1到255 0是熄掉 那假设我是255 它是整排量 那你可以第二排 不能是第二个打错 第一个 第一列 这样就可以一直亮下去 那我们现在就有这几个积木 原则上这个是一个library 这几个积木组合成的 使用另外一个library 就可以使用你自己想要的方式来 把这8×8的LED点亮 或者是熄面